小小個兒頭一身大紅裝扮的結婚新人 開心的向大家揮手 這一場另類的喜事 全都是要迎接學校新圖書室的落成 我希望說讓我們學生有一個 很舒適的閱讀空間 所以去年開始我們自己很認真 自己就DIY組裝了很多休閒的桌椅 那這個學期暑假的時候 或教育局補助 六十萬我們就把圖書室裝修鋪墓地板 有主人扮起美人婆帶領裝滿書的扛教小朋友 向校長跟家長會長完成迎親儀儀式之後 外頭全校百位師生開始動作 大家以接龍的方式將七千冊的聘禮 也就是一本本的書籍傳到圖書室 然後做傳書 然後還有去儀化教室 那個班書 不會 打好之後就是希望可以快點開班 讓我們快點來接門書 因為現在小朋友我們就從小要陪他讀書的習慣 現在有一個好的環境 讓小朋友覺得讀書是一種快樂的事情 會像在遊戲一樣會是種放鬆 所以我們的用意就讓小朋友會喜歡去看書 這樣對他以後很有幫助 這邊賣力的將書傳進圖書室 而那一頭的小朋友也在老師的協助下 將書本分類放上書架 這場趣味的傳書活動 不只熱鬧了整個校園 也讓大家透過同心協力的方式 慶祝校園的一大盛事 這樣的用心傳遞 校方也希望孩子們之後 能夠更加珍惜圖書資源 既王聖閑 台中採訪報導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